321 請啟動 按下按鈕 象徵領口媒體園區正式啟動 西北市長侯友宜 東森集團總裁王令玲 三連影城集團董事長張榮華 以及台灣三井不動產董事長夏丁一郎 一同見證推動國內影視產業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未來將攜手打造領口成為台灣坎城 非常謝謝三井不動產 東森國際集團 以及三立影視產業 投資了240億 在我們的林口最繁榮的地方 在A9的轉運站 為了創造新媒體、新科技、新商業 以及新的遺樂的方式 帶動遺樂觀光產業跟休閒 讓林口變得不一樣 讓新北市要上演示的國際舞台 東森2024年全球營運總部 營收目標將會達到1500億 就在林口總部 所以我也希望 讓未來我們三方能夠 把這裡打造成亞洲的坎城 能夠帶給新北市的市民 更好的居家、休閒、生活環境 東森集團 1990年創立 已遇30年 跨足媒體與零售產業 看好林口發展 東森集團投入百億資金 創建林口430公尺 最高型地標 除了將全球營運總部搬遷林口 打造亞洲AI人才中心 創造萬人工作機會 以及消費商機之外 更規劃多功能展演廳、商場 時尚流行的潮生活中心 帶著寵物休閒的同時 媽媽還能做美容 滿足家庭一日休閒需求 我們將會以新媒體 數位雲端的方式 因為我們現在流量 每天來自於海外 有加領500多萬的流量 全球的華人年輕人 都在ET TODAY的平台上 觀賞各種節目跟新聞報導 森林之王將會以這裡為基地 繼續舉辦全球華人 年輕人的潮生活的地方 大受華人喜愛的森林之王 將在東森全球總部文創展演中心 擴大舉辦 未來也會持續開發新IP 把流行帶進表演廳 吸引年輕人及國際旅客 三連影城則是以全新概念 建蓋超級攝影棚 目標成為觀光客的必打卡景點 而台灣三景不動產 串聯多樣化產業 打造複合式商業設施 開啟創新大門 三強聯手新北市府 預計在2025年盛大開幕 未來的台灣坎城林口 將成為台灣最閃耀的影視觀光聖地 記得黃萊士登坂採訪報導